上集说道 天韵子终于对亡灵起了杀机 召唤出八位分身围攻众人 其中最强的三位准备联手灭杀亡灵 却被残业的太初规则全部秒杀 就连回忆天韵子都只剩下一缕残念 逃回天韵子体内 但是这家伙贼心不死 盘西坐在地上 开始了他真正的杀招 此刻的亡灵已经是强弩之末 情急之下使用出白凡先术撒斗成兵 每次施展这撒斗成兵 亡灵都对白凡惊天之才极为敬佩 能自创出这种神通之术 困锁杀之人杀魂未及用 使得其入不了轮回 更无法消散在这天地之间 这种神通已经是与天道逆行 隐隐有了替天行道之意 此刻虚空子杀魂冲出 杀其惊天动地 那无头之人与其相比 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这虚空子带着怨恨而死 更是处于天人低衰而亡 其本身就是碎孽大圆满的神通修士 其魂之强极为精灵 此刻冲出 顿时就与那无头之人厮杀起来 更有无数杀魂助阵 几乎瞬息间就逆转了乾坤 但亡灵付出的代价 却也是极重 撒斗成兵消耗的是 亡灵体内不多的仙力 若非是有玄宝善人的元神补充 恐怕亡灵体内仙力早就用完 即便是有了玄宝善人的元神 亡灵的仙力在不断地施展下 还是有了不足 若是还没有找到新的仙人元神 怕是不久之后 白凡神通在他手上将再也施展不出 唯有呼风 或许可以略为施展 但威力却要比以仙力驱使差了很多 远处的天韵子眉头一皱 他没想到即便是到了现在 这亡灵竟然还有后招 眼中露出冰冷 天韵子右手掐绝再一次指向天空 这一次 四周的黑白混沌 立刻翻滚更为剧烈 莫然间一个巨大的网头 从其内闪电一般弹出 这网头有脚 鳞片漆黑 在上面更有一些负责的印记 使得其充满了争灵与凶眼 此刻一双冰冷的眼睛盯着亡灵 直奔亡灵而去 并非只有这一头黑猛出现 在那混沌内又有一雾冲出 这是一头全身腐烂了一大半的黑色麒麟 阵阵腐烂的气息弥漫 但其双目确实有黑光闪烁 出现后咆哮中冲向亡灵 更是在这麒麟之后 从那混沌内又出现了五个无头之人 仿若这混沌内无始无终 存在着无数生灵一般 这五个无头之人 紧随麒麟之后 立刻环绕虚孔子身边 不断的攻击而去 亡灵目光闪烁 有些要把十八地域内的天韵子分魂缓出 但立刻内心一动 盯着远处的天韵子 嘴角露出冷笑 这天韵子如此使用神通 幻化出一头头生灵 渐渐来袭 怕是其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放出那两个分魂 亡灵不管所猜真假 总之在天韵子本体面前 释放出分身之魂 总是让他感觉不妥 眼看那黑莽电闪一般临近 阵阵兴风弥漫 亡灵索性双目一变 身体上的铠甲 刹那间 散发出浓浓的赤红之芒 把白色的朱雀莫然间动了起来 从铠甲上冲出 直奔黑莽而去 阵阵莽舌的嘶吼与朱雀之音 忠然间回荡起来 天韵子双目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等得除了那两个分身之魂外 就是这朱雀 在这朱雀出现的刹那 天韵子瞬间起身 向前一步迈去 这一步之下 他竟然就临紧了亡灵前方 不去理会亡灵 而是右手抬起 向着白色朱雀狠狠狠的一抓 老夫天韵似灵 只差朱雀灵 今日若能补上 倒也是乐视一见 白色朱雀嘶吼中火焰滔天 但天韵子的大手 却是直接穿透了火焰 直奔朱雀抓去 与朱雀厮杀的那蟒蛇 身子一晃 竟然避开了朱雀 再次冲向亡灵 张开的森森盲口 就要把亡灵吞噬 在这危急之时 亡灵面色尽管苍白 但双眼却是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眉心之上 立刻便有漩涡出现 刹那间 其唯米的元神 直接从眉心漩涡弹出 太过雷龙的元神刚一出现 顿时就是一声咆哮 这一声咆哮下 亡灵的元神更加唯米 但随着元神的咆哮 吞噬临近的猛蛇 立刻惨叫起来 他黑色的身体内 所在之地百里外的混沌 竟然瞬间翻滚起来 从外传来一连串 轰隆隆的雷鸣 这一幕 即便是天韵子 也是一正 随着那轰隆隆的雷鸣回荡 几乎是刹那 只见一道道天雷 破开一切阻碍 轰隆而来 穿透了那混沌 直奔那蟒蛇而去 并非是一道 而是一片片无数雷霆 穿透而来 瞬息间 那黑色蟒蛇 全身就被雷光环绕 甚至天韵子 都被包围在内 在那轰隆隆的雷鸣下 蟒蛇惨叫中 全身轰的一声崩溃 天韵子双眼露出杀机 他没想到 亡灵到了此刻 仍然还有这等神通 右手未停 一把就抓住了 那白色朱雀 与此同时 天韵子身子一晃 左手抬起 向着亡灵狠狠的一拍 口中大喝 谁也救不了你 远处的朱雀盛宗六老 想回来赢酒 但古魔塔家之强 他六人围攻 都有些力不足 即便是夹杀火焰去人 也几乎是节节败退 更是有三老 已然喷出漱口鲜血神色暗淡 显然是重伤 这一掌 是天韵子的必杀一击 在落下的刹那 亡灵幽默闪烁 清光盾再次幻化 但刚一阻挡 便立刻轰得一声崩溃 从中间的裂缝碎开 一分为二回到了亡灵幽默中 接着清光盾略阻挡 亡灵右手虚空一抓 此刻的他无法去考虑伤势 在剧痛中起前方出现了一个裂缝 灵神矛在手向前狠狠的一刺 与天韵子的手掌碰到一起 轰得一声 灵神矛一阵指响 立刻化作点点金光消散 并非试着灵神矛太弱 而是此矛本就是亡灵虚幻而出 再加上此刻肉身伤势太重 如此一来 发挥不出全部威力 天韵子右手一麻 眼中杀鸡更浓 一直到今日 他才真正的知晓 这亡灵有多么难伤 但眼下 他确实下了决心 一定要杀了此子 灵神矛尽管消散 但同样为亡灵 争取了瞬息的瞬间 他眼中露出疯狂怒吼道 想杀我 你要付出代价 口声中亡灵眉心 第三幕默然间出现 向着天韵子 骤然开启 这当年的师徒二人 在今日 自天韵星后第二次 展开了生死诛伤 一个要杀 一个要反抗征扎 水火不容 第三幕开启的瞬息 立刻鸿芒暴闪 其内不多的本人之力 骤然间闪烁而出 直接笼罩在了 天韵子那一掌之上 更是弥漫了 天韵子的全身 强如天韵子 在这一刹那 身子也不由得遗产 尸声道 本源 他的身体 在这本源内 飞快地消散 在天韵子的身后 竟然出现了 数千个分身 这些分身在这一刻 仿若挣扎一般 传出一声声怒吼 仿若一种隐约的平衡 在这一刻 被本源之力打乱 在天韵子身子 一顿地刹那 朱雀圣宗六老中 一个重伤的老者 眼中露出坚定的疯狂 他们的任务 是保亡灵平安 可眼下亡灵生死危机 若是让亡灵死在了 他们眼前 就等于是他们 把朱雀圣宗的希望 生生的磨灭 不是朱雀圣宗之人 永远无法体会他们 无数万年来 积累下来的悲哀 与不甘心 此刻这老者 惨笑中身边默然深开 眼中露出疯狂 体内的元神 骤然间从体内被引爆 虽然修是自爆 这自爆足以惊天动地 发挥出毁灭性的力量 这老者不惜拼了一切 甚至连他的名字 亡灵都不知道 但他却是为了 朱雀圣宗的希望 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毁灭 轰轰之声拔地而起 这老者肉身疯狂地撕碎 元神形成一股 无法想象的冲击 横扫之下 天韵子双眼露出金光 右手在眉心一抓 立刻就在其眉心之处 竟然出现了三道印记 随着天韵子这一抓 顿时其中一道印记 被他生生撕开 在这一瞬间 天韵子的修为疯狂地暴增 那强大的气息 形成一股风暴 阻挡王林 第三幕本源的同时 更是把身后那碎孽修饰 自爆形成的 冲击生生地阻挡在外 借着碎孽修饰自爆之际 王林立刻后腿 终于拉开了 与天韵子的距离 天韵子一头苍发飘动 苍老的熔岩 在撕开了这第一道封印后 立刻年轻了很多 看起来仿若一个 五旬左右的中年男子 在他的身体内 那散发出的气势 却是让四周之人 一个个倒吸口气 就连那古墨塔家 也是目光一鸣 老夫这第一道封印 已经有近两万年没有打开 王林 你能让老夫为你打开 第一道封印 释放出天人第一帅的 全部修为 你这弟子老夫没有白收 此时此刻 在妖陵之地 所在尘埃外的星空中 超过了上岸的修士大军 呼啸而来 带头者是一个 身穿白袍的老者 这老者一身仙气弥漫 看起来充满了 仙风倒过 在他的身后 更有近百个仙人 他们就是当年 与之仙界残存者 那白袍老者 更是当年与之仙界 仅次于清爽的仙君 同时也是联盟长老团内 众玄紫下第一人 同样在另一个方向 一个虚幻的身影 脉步间行走在这星空中 起诉看似缓慢 但实际却是极快 往往一步间就是无尽 他正是朱雀圣皇的元神 还有两人 也同样向着妖陵之地 所在星空走来 这两人则是 那昆虚之境中的老者 与目冰美 同样在这星空中 有一处堪称 天地间极为奇异的星域之一 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星域 亦是修真联盟的禁地 之所以说它奇异 是因为此地远远看去 犹如一片幻景之地 苍天巨木拔掉而起 无穷无尽之下 更有青草弥漫 一眼看去极为不珍视 这本应该存在于 星球之内的丛林美景 竟然出现在了星空中 且并非是一处 而是一片片连绵不绝 仿若万古之林 恒久以来就存在于星空一般 一股浓浓的木属性原理 在这星域内弥漫 形成了一股青涩的博物 笼罩在这片星域内 久久不在 任何一个修士 若是临近这里 都会立刻全身原理出现停滞 更有慎状 原理顿时就会无形之中消失无影 没有一些不多的 悠久存在的老怪 在其记忆的身处 还保留着对这片 清雾之地的回忆 这回忆虽说模糊 但却始终不曾遗忘 四圣宗 青龙圣宗所在之地 此刻在这片星域远处 缓缓地出现了一人 此人看起来终年 神色中透出一丝追忆与惆怅 望着前方青龙圣宗 叹了口气 他抬起右手 向前一指 立刻便有一条 虚幻的朱雀之影幻化 带着四名之声冲入青雾内 寥寥天底 片刻间 那片青雾内就有收到身影闪烁而出 当前的三人军都是白发苍苍 这九个老者走出青雾 看到那中年男子后神色恭敬 纷纷抱拳 朱雀宗觉醒者出现 需借你青龙圣宗太古盛己一用 还需你等随之前往 中年男子正是朱雀圣皇的元神 为了此行万无一失 他这一路上已然去了 玄武圣宗与白虎圣宗 最后前往的 便是这青龙圣宗 青龙圣宗九个老者相互看了一眼 没有过多犹豫 当前三个沧桑老者中的一人 恭敬地点头道 朱雀圣皇吩咐 我等从命 再说妖灵之地内 借着朱雀圣宗六老之一的自爆 亡灵急速脱离天运自身边 后退中他双目通红 身体内的伤势因为这剧烈的动作 立刻传来阵阵穿心之痛 远出朱雀圣宗圣宗的吴老 已经来不及赶来守护 他无人修为并非碎孽圆满 大刀处于初中期左右 迎战古摩塔加本就有些艰难 稍一分人 怕是就会面临肿击 这五个老者身体外火焰弥漫中 各有法宝环绕 他们的法宝均都绝非寻常之宝 而是朱雀圣宗无数年来储存的空脊之宝 虽说比不过刺控也 但在五人手中彼此配合之下 再加上那以奇异方式化作的火焰巨人 再加上花飞越过人形之物 参与建立于果摩之战中 如此一来 倒也勉强对抗 但却显然随之果摩神通幻化 明显处于绝对的下风 天影子神色平静 撕开了眉心第一道封印的他 全身弥漫难以想象的强大气息 向前一步走进王林 死在老夫天人第一帅下 你当可含笑九泉 天影子一步之下 便有风雷回荡 他人还未荡 风雷就毅然横扫 吹在王林身上 就仿若刀割 他身体内顿时就有砰砰之声 向后不断推去 一口鲜血喷出 王林神色透出猙獰 他一声羞倒 若非是那一份不甘心的挣扎与反抗 怕是早就已经烟消云散 掩下天影子的强大 没有让王林放弃 即便是死也要拼一把 嘴角仍然带着血迹 王林一排储物袋 立刻从旗内飞出数十把大剑 低吼中向前一指 直奔天影子而去 与此同时 王林更是从储物袋内 拿出了第三辆射身车 这第三辆射身车刚一出现 便砰的一声化作弧底 翅膀扇动间便有规则幻化 天影子神色平静 脚步更没有半点停顿 前行中面对那 急驰而来的数十把大剑 双唇微动好似有咒语念出 立刻那数十把大剑 漠然间悬停在了半空 轰轰之声骤然而起 确实的十多把大剑 竟然全部崩溃 化作无数碎片倒卷直奔王林 更是在这些碎片倒卷中 也不知天影子到底施展了什么神通 这些碎片竟然彼此凝聚之下 化作了一条剑片组成的巨龙 这巨龙通提锋利的剑片 咆哮中直奔王林 但却迎面撞到了 射身车所画的蝴蝶面前 那蝴蝶翅膀煽动中 这剑片之龙立刻发出卡卡之声 这声音极为刺耳 仿若无数铁片在摩擦一般 只是瞬息 竟然轰的一声再次崩溃 化作了无数碎末随风四散 这一幕看的王林头皮发马 他还是第一次与人斗法 甚至连对方的神通都不知所以 便险些身亡 若非是射神车拿出的及时 定然会措手不及 射神车所画蝴蝶煽动翅膀 一股无形之风蕴含的规则 直奔天蕴子而起 但天蕴色的神色 并没有因为射神车的出现 而有半点变化 它依然是双唇微动 顿时在那蝴蝶前方 便有轰的一一声 惊天动地之音回荡 更有一层波纹散开 使得那蝴蝶身子颤抖 竟然有了崩溃的迹象 王林神色透出浓浓的挣扎 双手掐绝张口喷出鲜血 全部落在了蝴蝶之上 打喝倒 开第三封印 那蝴蝶立刻移枕 翅膀再次扇动 更是在其上空 竟然出现了四片残缺的花板 在这蝴蝶翅膀扇动下 这四片花板立刻旋转起来 向前飘去 天蕴子轻易一声 抬起右手 向前一挥 顿时在其前方的虚空 竟然立刻出现了大片的碎裂 反而这天空在它一挥之下 出现了崩溃 被其生生的掀起 向着王林疯狂的卷去 射神车所化的蝴蝶 还有四片花板 尚未来得及展开真正的威力 就立刻被那刀卷而来 被刮起的天空卷住 从王林身边一扫而过 不知去向 而此刻 天蕴子依然临近 带着从容的神色 他右手食指抬起 向着王林眉心狠狠的一点 这一只若是落下 即便王林的骨神肉身 也会立刻崩溃 其萎靡的原神 刹那间就会消失在天地 从此之后再无王林此人 天蕴子的强挡 就如同一座飓 树立在王林面前 这一刻的他 不知不觉有了一种无法抵抗 且无论如何抵抗 也不能跨越的感觉 但这感觉只是瞬息 就被王林生胜的压下 我不甘心 王林的声音在这天地间回荡 带着怒吼的疯狂 在那天蕴子手指落下的刹那 王林从储物袋内 拿出了一把剑鞘 树立在了身前 刹那间 天蕴子的食指就与那剑鞘 默然下碰到了异己 轰得一声惊天之音 那剑鞘竟然出现了碎裂 卡卡吱声响 虽说没有崩溃 但却使得王林的身子 骤然向远处抛去 大口鲜血喷出 王林眼前已然有了模糊 原神几乎四分五裂 肉身更是如散架一般 此刻的他 没有一股绝不甘心 逆天而行的一直在支撑 天蕴子的身影一顿 刚才的一击他看似平淡 可实际上从那剑鞘内传来的反真 却是让他暗自心惊 天蕴子双眼露出杀鸡 一步迈去 顺一一般临近王林身前 右手抬起 正要向下狠狠的一拍 就在这一刹那 突然一股疯狂的杀意 从这妖灵之地 地底伸出骤然间爆发而出 大地轰然颤抖中 一道符文闪烁的身影 从其内一冲而出 这身影之素 甚至比天蕴子还要快上树北 电闪一般临近冲来 更有一声阴沉的迪和回荡天地 伤我主者 便是我塔山死敌 几乎就是在天蕴子 一张拍下的瞬间 这符文缭绕的身影 右手向前一挥 立刻便有一张兽皮出现 刹那间就燃烧起来 化作一股灰烟 环绕此人全身 使得其速 证然在快出树北 一闪之下 就来到亡灵身边 与那天蕴子的一掌 轰然碰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回答 符文环绕之人 抱着亡灵急速后腿 一口鲜血喷出 全身符文 更是大范围的崩溃 但他的神色 却是透出争灵 环绕在其身体外的灰气 更是迅速钻入此人体内 飞快地为其疗伤 更有一部分融入亡灵体内 就在这时 远处大头的惨叫 默然间回答 大头的肉身 在天蕴子的分身一击之下 轰然崩溃 其原神更是重创 眼看就要被天蕴子 分身一击崩溃 就在这时 本就重删的雷吉怒吼一声 他距离最近 此刻一冲而出 阻挡在了大头原神之后 其肉身与天蕴子 分身的一击碰出 雷吉肉身崩溃 原神更是几乎消散 被浮风子大袖一甩 连忙卷起 但这一动作 代价就是 他被天蕴子的 另外一个分身 一剑从胸口穿透 浮风子喷出鲜血 残笑中身子后腿 与同样重伤的 陈道子二人临界 更是在这一刹那 与古魔塔家交战的吴老 在塔家双臂伸开 其身后骤然间 出现了一个月牙般 虚幻之下 乙生月葬之中 吴老身前的 空气法宝轰崩溃 五人身在倒卷 鲜血喷出 那近百族人 眼神凝化的火焰巨人 更是在塔家神通下 喷得一声崩溃 分座无数 重新回到了 那近百族人体内 大口鲜血 从这近百族人口中喷出 天蕴子对这一切 失落无睹 盯着亡灵前方那 全身符文缭绕的塔山 神色依旧平淡 缓缓说道 你躲藏在下方已经很久 难以为你不会再出现 塔山沉默 他的确在下方已经很久 面对这场厮杀 他本可以不出现 这事情与他的关联很小 实际上他也一直是如此打算 只是在刚才的一刻 在看到亡灵生死危机的瞬间 塔山心中有一个声音在怒吼 在那声音的咆哮中 他的身子仿若不受操控冲了出来 亡灵神色透出脚腿 但目光却是更为犀利 此刻的他被塔山搀扶 鲜血从嘴角流下 松开我 去猪大头 亡灵深吸口气 咬牙说道 他的右手狠狠地握住剑脚 盯着天蕴子 露出疯狂的杀鸡 这一刻的他 好似回到了当年在猪雀兴世 那杀鸡滔天的杀星魔头 亡灵手中的剑鞘 砰得一声崩溃 化作无数碎块落地 只留下其内 那秀极斑斑的铁剑 塔山略犹豫 沉默中后腿 看向亡灵的目光 依西间与往西 有了一样的光子 他猛的转身 直奔大头与粉尘子 所在方向闪烁而去 之所以让塔山离去 是因为亡灵明白 以塔山的修为 即便是获得了 符文圣祖的传承 但想要阻止天韵子 还是远远不够 刚才塔山拼死的阻挡 尽管外表看去受伤不重 但实际上 亡灵却是看出 塔山承受不了第二击 拿着铁剑 亡灵深吸口气 望着天韵子 脸上透出一丝苦涩 容我 再称呼你一声师尊 若没有你 此刻的我不知在何方 或许依然会离开朱雀星 或许会选择一处 偏僻之地隐居 这一劫 天韵子神色平静 望着亡灵 沉默了片刻后 点了点头 亡灵一声长响 这笑声带着一过 一往直前的霸气 他的身体在痛 他的元神在碎裂 但他的手却是没有任何颤抖 握住铁剑缓缓地抬起 天韵子 亡灵大喝中右手横扫 体内圆里轰然间 全部涌入铁剑内 瞬息间这铁剑立刻发出刺耳的丝鸣 一把虚幻的大剑 瞬息间出现在了半空 向着天韵子横扫而去 一剑 两剑 三剑 天韵子没有动 只是平静地望着亡灵 望着那一剑又一剑的灵机 铁剑会晤回旋 往往一剑尚未消散 又一剑已经掀气 环绕天韵子身体外 形成了一道道璀璨的剑芒 取代了这天地剑一切光芒 一直到第十九剑 亡灵吐出鲜血 身体上的赤红铠甲 也暗淡下来 第二十三剑时 亡灵全身的铠甲消散 化作一股火源里 融入铁剑内 二十四剑 亡灵体内传来喷喷之声 双眼流下两行血水 他的神色更为猙獰 低吼中再次抬起铁剑 环绕在天韵子身体外的剑光呼啸 转眼间就形成了第二十五剑 在这第二十五剑出现的刹那 亡灵胸口喷出血污 却是之前的伤口 立刻被撕开 他身子一晃 但却有一股意志 强行使得身躯不倒 带着一丝残销 亡灵再次抬起铁剑 第二十六剑轰来而出 从天韵子身体外 漠然间幻化横扫 这一刻 天韵子动容 他望着亡灵 神色露出沉吟 你这么做 没用的 在我的天人第一摔下 以你这次空涅法宝之威 达不到三十剑以上 无法阻止我的脚步 亡灵眼前依然模糊 但他的右手却是没有停顿 再次挥舞间 环绕在天韵子身体外的剑 王立刻呼啸 第二十六剑出血 亡灵蹊跷流血 但他却大吼一声 铁剑一抛而出 这铁剑临近天韵子 瞬息剑一卷 化作了第二十七剑 二十八剑 二十九剑 天韵子摇头 但就在这一刹那 亡灵体内原神轰然间大范围的崩溃 虽说没有消灾 但却更为违靡 但却因此换取了更多的原力 铁剑瞬息剑爆发出了 更加刺目底剑芒 竟然环绕之下 出现了第三十剑 没有结束 那第三十剑之后 第三十一剑 三十二剑电闪雷鸣般出现 三十三剑 亡灵一声惊天怒吼 他全身砰砰之声响 大片的血物喷出 化作了这最后的一剑 三十三剑 这三十三剑环绕天韵子身边 在亡灵最后的一指下 立刻幻化在天韵子四周 带着一股空间的杀机与灵力 直奔天韵子而去 更有那铁剑之上的秀气 化作一片 融入见光之中 震惊天地的冲击 漠然间从天韵子所在之地回荡起伏 古摩塔家 也是没露奇异之盲 看了过去 塔上握住拳头 身子一颤 大头的元神呆呆地望着前方 元神存在的他 感受到一股无法形容的痛 弥漫不断 司徒难与天韵子分身交战 衣衫全部都是血迹 此刻呆呆地望着亡灵所在之地 在亡灵与天韵子所在之处 一股箭之风暴在冲击中绝地而起 这风暴连接天地 在这一刹那 使得妖灵之地传来剧烈的颤抖 大地崩溃天空倒卷 轰隆的声音骤然回荡 整个天空好似在这一刻都被撕裂 露出了奇万能无尽的星空 那箭之风暴横扫 使得整个妖灵之地 出现了大范围的坍塌 更是随着星空的出现 无穷无尽的天地之力宣泄而来 这剧烈的冲击 更是掀起了一片气浪 冲击过后 天子神色平静地站在原地 在他的手中 出现了一把散发浓浓 沧桑之气的三叉戟 但他的衣衫 带着一丝不甘心 向后缓缓地倒下 其身体更是从这高耸天际的 百里地面落下 向着下方瓦解的大地摔落 王林的身体不断地下降 他迷糊地双眼望着被撕裂的天空里 那露出的星空 以夕间 他好似看到了爹娘的身影 他们在向他招手 脸上露出那他很久很久 有一千多年没有亲眼看到过的 慈祥微笑 这种微笑 没有在他的记忆身处才会存在 是他最珍惜 最宝贵的记忆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王林眼中露出迷茫 身子在不断地下落钟 你一男 你们是在等我吗 王林闭上了双眼 但就在其双目合上那一刹那 妖灵之地的行空中 出现了两个身影 这两个身影 一男一女 男的是那昆虚知境的老者 而那女子则是慕冰眉 慕冰眉的绝世容颜 无尽的冰浪 在这一刻 在看到王林的身体 从那高耸露云的地面上落下的一瞬间 她的冰冷崩溃 一种不知为何的复杂 涌现在她的心身 她的身体在这一瞬间 仿若不受自己的控制 一步之下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王林而去 她旁边的老者皱起眉头 暗叹一声淡却没有阻止 而是看向妖灵之地的重人 慕冰眉就如同一只 飘飘起舞的蝴蝶 闪烁中临近衰落的王林 扶住了她的身体 望着距离自己只有咫尺的男子 她心中的复杂 浓郁的水也化不开半点 准确地说 这是她第一次和王林面对面 悠悠一探 慕冰眉玉手虚空一桩 便在其前方出现了一道虚空的裂缝 从其内拿出一个玉瓶 其内只有一粒丹药 这玉瓶通体均为极品鲜玉打造 更是在其内蕴含了无数阵法禁止 以保存其内药物的永恒 玉瓶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其内的唯一粒丹药 毫不犹豫 慕冰眉取出丹药 放在了王林闭上双目的嘴边 那丹药并非需要吞噬 而是碰到王林双唇的刹那 立刻化作两道乳白色支气 钻入王林鼻尖 消失不解 目并没抬起 那可以让一切修饰 怦然心动的亲手 盯着上方的天韵子 双眼露出寒芒 天韵子神色立刻露出凝重 手持三叉戟退后几步 但目光却是一扫之下 落在了半空中那老者身上 吕云道 天韵子眉头皱起 沉声道 以昆虚之境 莫非也要参与进来补偿 老者看了天韵子一眼 又看了看半空中 神色阴沉的古魔塔家 尤其是看向古魔塔家时 目中又追一只色 老夫的目的是他 老者轻叹 走向古魔塔家 古魔双目魔眼闪烁 盯着老者 眼中渐渐露出凝重 右手后背刀一扫 阴森地说道 原来是你 没想到你竟然没死 本该已经死去 幸得清林兄当年元首 老夫与他虽说仇气很深 但他既然救我一次 我便欠下一个人情 今日就在你身上 把这人情还清 老者说着 一步步走向古魔 他神色平静 反而这古魔 根本就无法使其放在眼中 他家低吼中身子一晃 立刻全身掀起滔天黑雾 化作魔影随着身子而动 那魔影更是咆哮中张开大口 向着老者一口吞噬而去 转眼间 古魔与老者所在之地 就被一片黑雾弥漫 其内古魔阵阵咆哮不断地传出 红隆隆的巨像 更是起伏回荡 目并没放下身边的亡灵 身子飞起直奔天韵子而去 天韵子皱着眉头 退后几步 平静地说道 昆虚圣女 老夫不愿与你昆虚之境被敌 这亡灵与你非亲非故 我要杀他 谁也无法阻止 你没有资格杀他 目并没摇头 身子飞起中已然临近 右手一挥之下 顿时便有一片虚幻之影弥漫 那一个个虚幻之影 竟然也都是如目并没一摸一样的分身 只不过这分身是八个 目并没八个分身双手掐绝 一股浩然的天地之气 顿时就从天空弥漫而来 化作一道元气之柱 轰然间降临 天韵子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双唇微动 立刻那从天而降的元气柱 立刻就有了颤抖的迹象 目并没摇头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便有无尽 天地之气凝聚而来 竟然在其身前化作了一圈竹锦 玉手一抖 这竹锦扑斩空 在其打开的刹那 立刻其上散发出七彩光芒 直冲云霄之下 竟然有无数印记从其内飞出 环绕目并没全身 目并没右手预指 在身前一指 立刻环绕在他身体外的那些印记 顿时向着四周轰然散开 直接消失在了天地中 在这一刹那 整个天地 整个星空 那无法想象的天地原理 轰然间出现了疯狂的巨变 竟然全部向着那元气柱凝聚而去 风 天韵子 一切外在原理 目并没盯着天韵子 平静地开口 他声音虽说平淡 可却蕴含了一股不容置疑的韵意 在这一瞬间 其消散之速太快 几乎刹那就无影无踪 没有天韵子体内的原理 因其炼化而来 故而不受影响 但这种匪夷似的神通 却是超出了四周之人的想象 即便是天韵子 也是面色阴沉下来 早就听闻昆虚之境内 昆虚圣女拥有莫大的神通 历代昆虚圣女皆传承于远古 即便是仙界存在之时 其身份也可与星空其平 四大仙界下有四大星域 每一个星域内都有一人 属于远古星域留下的一脉传承 四大星域圣女所掌控能力各自不同 当年老夫进入昆虚之境修炼 就听闻过不少有关昆虚圣女的传闻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木并梅没有说话 玉手一只那元气柱 立刻这似乎支撑天地的柱子 立刻缩小成为一把金光闪烁的短剑 拿着短剑 木并梅抬起头 身影如蝶 直奔天鹰子而去 知识至终 他都没有再去看王林眼 内心的复杂 使得他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他的心思 没有人可以明白 因为即便是他自己 都还在迷茫 他只是确定地知道一件事情 他无法眼睁睁看着王林死去 无法再看到别人要杀王林时 而依旧无懂于衷 他的心中 还有一个复杂的让他心酸的念头 为了这个念头 他更不会让任何人去杀王林 这个念头 在他的心中已经徘徊了很久很久 弥漫心神 这数年来 十二五月中打坐惊醒 他独自一人站在昆虚之境最高的山峰 望着黑色的苍穹 那心酸的感觉 便会无情地滋生 那个念头 也往往在这一刻 让他控制不住 这无数年来 他就是这样度过 一直到今天 他看到了王林 这个在心酸中滋生的复杂念头 充斥他全部心神 他不敢低头去看那不知是否还昏迷的王林 他不敢 他没有拿着短剑 带着心神的复杂冲向天韵子 似乎唯有这样 才可以让他的心平静下来 天韵子神死阴沉 对于昆虚圣女的了解 他尽管已经知道了很多 但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可以封锁这天地原理 如此一来他的天韵之术 在对方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 天韵之术就是一种与天地沟通之术 以这种沟通换取无形的规则 使得这些规则全部为他所用 冷横之中 天韵子手中三叉戟一扫 立刻就化作三道长红 直奔木兵美而去 红红只身回荡间 地面上王林睁开了双眼 望着上方与天韵子一战的木兵美 眼中露出浓浓的复杂 与一次无法磨灭的痛 他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与他这么快 就真正的见面 而且还是在这个时候 对于柳梅王林每次想起 那种痛苦远远的超过了 一切肉身可以承受的伤害 那种心灵钻心的痛 让他怎么也忘记不了 王平身上的凄苦 沉默中王林盘膝坐下 深深的呼出一口气 此刻的他已经是山穷水尽之景 再无任何神通可以对抗命运 我还有一样神通 王林抬头看了看之前 因为箭直风暴破开的苍穷响 无尽的行空 那浓郁的天地之力 在妖灵之地天空破开的瞬间 大范围的笼罩而来 弥漫妖灵之地内 王林幽默青光闪烁 在其瞳孔内 隐约出现了青光盾的虚影 这青光盾内运含了 八星古神保命的一击 八星古神的奋力一击 威力定然是十分强大 两块青光盾牌正迅速的融合 其实即便是不融合 也可以施展那八星古神的保命神通 前提是需要足够的古神之力 对于解决古神之力的问题 王林之前有过想法 那就是分身与本尊分开 如以往那样 本尊沉寂下来 不断地吸收至终 渐渐地使得那青光盾 获得足够的古神之力 只是在时间上 则是较为漫长 原本按照王林的打算 是离开了妖灵之地后这么办 但眼下却是让他 不得不寻找一种捷径 但只要是捷径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种代价是王林必须要承受 王林抬头看了一眼 与天韵子交战的柳梅 墓中有了坚定与果断 我不需要他来救 更不想欠下子女之际 沉默中王林眉心五颗古神星顶 忽然间幻化而出 急速旋转直下 大量的古神之力轰然而出 全部涌现进入了其右墓内 飞快地融入青光盾内 随着古神之力不断地融入 王林右眼的青光疯狂地暴增 以自身的古神之力 来填补青光盾的需求 这对王林来说代价极大 他虽说没有碎星 但失去了大量的古神之力 使得他第五颗古神星顶 渐渐地模糊起来 最终变得暗淡无光 但只要古神星顶没有碎裂 就会有补充的一天 慢慢地 第四颗星顶也暗淡下来 王林右眼的青光暴增 几乎笼罩了其所在的方圆千丈 即便是上方斗法的木兵梅与天韵字 也都注意到了这诡异的青光 王林眉心的旋转更快 第三颗古神之星暗淡 第二颗同样暗淡 最终那仅存的一颗 也迅速失去了光泽 处于暗淡之中 但在这一瞬间 王林右眼内的青光 却是如同一道道利剑冲天而起 他右眼所看之处 那被天韵子神通掀起 冲入云霄的百里地面 在其目光落在上面的刹那 顿时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竟然承受不住王林目光 轰然坍塌 就在这一瞬间 天空之上那无尽的星空内 却是出现了一道道长虹 这些长虹速度飞快 此刻刹那来临 一个个毫不犹豫冲入思开的天空 直接进入到了妖灵之地内 带头着正是那 全身仙气缭绕的仙人 在他的身后 更是有众多仙人杀戮而来 在这仙人身后 修真联盟来临的大量修士 更是瞬息间就环绕四周 对于修真联盟来说 无论是四圣宗 还是天韵子 或者是古魔塔家 全部都是敌人 即便是这些仙人 也绝对不想清零苏醒 相比之下 他们倒更希望古魔占据 只是这古魔 他们也是必须要抹杀之人 清零当年的赫赫威名 足以让这些残存至尖的仙人 为之心神震撼 即便是那带头的仙君 昔日在清零面前 也是极为恭敬 丝毫不敢有半点意 但言下 这群仙人在修真联盟的供奉下 纵横了无数年 若是让他们再次回到当年的一幕 没有任何人会放弃 如此这清零 绝不能醒 古魔 必须要死 几乎在冲入妖灵之地的瞬间 那当年的仙君立刻大吼一声 顿时那些跟随众仙人而来的联盟修士 迅速各自掐掘 刹那间就无尽天地之力弥漫 竟然化作了九把光芒万丈的大剑 这九把大剑树立在天空之上 把百里之内团团包围 无数联盟修士 在这一瞬间 齐声打喝 练道 这声音回荡天地 如同雷鸣 顿时就使得这阵法疯狂地开启 一时之间 这百里内天地 竟然笼罩在了一片无尽的剑光之中 还有那众多的仙人 更是一冲而出 直奔下方众然而去 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直奔古魔与昆虚之境老者所在的黑物 还有一些直奔天韵子 一时之间 此地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但就在这混乱的刹那 王林的双目内 清光滔天而起 前方被天韵子掀起的大地轰然碎裂 更有一道道清光弥漫在其内 顺着高耸的大地直接向上穿透 随着清光的穿透 这大地层层崩溃 几乎刹那就化作了一片废墟 浓浓的尘土弥漫 其上的众人更是离开散开 王林身子一跃而起 直奔前方天韵子而去 修真联盟的突然出现 王林的神通骤然而起 这一幕幕立刻引起了天韵子的注意 更是让他的面色极为阴沉 此刻手中三叉戟一扫 甩开了慕冰梅的纠缠 喝倒 你既找死 老夫就成全你 慕冰梅犹豫了一下 正要上前 但就在这时 王林那冰冷的声音回答 不需拟住 之前的丹药 王某想尽一切方法 必定数倍还你 救命之恩 也定有机会数倍偿还 慕冰梅的面色立刻苍白 沉默中后腿 咬着下唇 甚至有鲜血流下 他正正的望着王林 大声喊道 我要见他 声音透出一股心酸 这就是他心中那最渴望的念头 回荡他心神无数年 始终存在的复杂 这个当 万人谁也无法知晓 更居然不会听懂 但王林却是身子一阵 他如何不懂 这个他就是王平 不提王平刀倒吧 提了王平王林的心路刀割 那种痛恶非亲身经历 根本就无法体会其内的万一 你没资格 你不配 王林心中刺痛 直奔天运子而去 慕冰梅惨笑 想要再说些什么 但却说不出任何话语 此刻修真连忙的众仙人临近 慕冰梅抬头盯着那些仙人 眼中露出寒芒 他一心复杂的心绪 所产生的怒气 立刻宣泄在了这些仙人身上 他身子一晃 手中短剑顿时奔来而出 直奔那些仙人而去 他这里暂且不说 王林身子飞起直奔天运子 此刻的他幽默青光 如同一个青涩的太阳 把这天地间一切全部照在内 使得他全身立刻充满了一股 无法形容的威严 天运子手持三叉戟 在这一刻竟然有了心惊之感 那青光在他看来 蕴含了一股他看不透的神通 天运子 你我之战还没有结束 王林低吼一声 青光盾从旗内飞出 这青光盾本已经碎裂 但此刻却是融合在一起 出现后竟然立刻轰的一声 化作了无数青涩的经典 向着四招消散开来 在这一瞬间 天运子心神俱阵 一股莫名的危机 刹那弥漫心神 这种危机 他这一声很是罕见 但此刻这危机之强 却是让他倒吸口气 更是毫不犹豫的左手 在眉心狠狠的一撕 顿时气眉心的第二道封印 立刻便被他生生的撕裂开了一半 他还未来得及完全撕开 立刻一只庞大无比的手掌 从天忽然降临 急速之快无法想象 这手掌握拳 轰然就直接落下 砸在了天运子的身上 轰轰之声不断的回答 大地剧烈的颤抖 那拳头收回后 立刻又有一双大脚落下 轰的一声再次落在地面 与此同时 这妖灵之地外的星空 骤然间出现了无法想象的变化 只见这星空内 轰隆隆的巨像疯狂的回答 更是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 迅速的旋转 这漩涡之大无边无际 一切漩涡内的星球 竟然也被包裹在内 在这漩涡内 一幕幕仿如真实的景物 骤然间一一出现 那是一座座 拔地而起的磅礴建筑 这些建筑极为简单 可却有一股粗犷的 沧桑气息回答 那是一片大地 一片血色的大地 在无边无际的磅礴建筑中 似乎整个天地都已经不存在 没有那一个个支撑天地的建筑 就在这时 一只庞大的脚从天而降 轰的一声 但这建筑确实轰然间就崩溃 成为了废墟 与此同时一声惊天动地 传遍星空的怒吼 从虚无之中漠然间传出 只见在那大地上 那只脚的主人 赫然就是一个 身高约万丈的巨人 那是一个古神 是一个八星古神 若仅仅如此 上海不会太过震撼 在那八星古神身旁 竟然有近百个身体 同样庞大无比的巨人 这上百个巨人 竟然全部都是八星古神 更演出还有一个 更加庞大的身影 八星古神在其身边 根本就无法相比 就如同蚂蚁与巨像一般 但即便是这种形物 也不足以表露出 这庞大身影的高度 更远处妖气滔天 一个个古妖踏在天地之中 那无尽的妖气充斥天地 更有一声声咆哮与呐喊回荡 另一个方向则是魔气惊天动地 一个个古魔带着视血的目光 疯狂地冲击而来 这赫然就是古之三族的大战 地面上 无数仿若炼气势一般的存在 但这些人 却是远远的超过 炼气势的强大 他们以足弱为核心 眉心之上有着各种 生命印记与图腾 展开了疯狂的厮杀 这片战场实在是太大 星域漩涡内展露的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角 在这星空内 妖灵之地的所有人 此刻全部莫然间发现 妖灵之地没了 眼前的一切 全部都消失无影 而他们则是出现在了 这战场之中 四周那一幕幕 真实地让人可怕 但显然还是有人不信这一切 只认为是虚幻 修真联盟一个仙人 尽管震惊 但眼中确实露出不血 眼看脚下的大帝 突然出现了一片暗影 抬头间 却是一个果神的右脚抬起 向着下方狠狠地塌下 他根本就没有闪躲 瞬息间那右脚轰然落下 大帝顿时颤抖更为剧烈 脚步抬起后 那仙人已然不存在了 只有一片成为了肉泥的血肉 其人神更是崩溃 这一幕 顿时就使得四周所有人 倒吸口气 就在这时 前方昏暗的天地中 一头长约千丈的巨大飞鸟 带着猙獰的丝鸣呼啸而过 轰隆隆的音爆骤然而起 那飞鸟翅膀伸开 如同风流 横扫中天空那些组成阵法的联盟修饰 立刻救赎百人身体顿时一分为二 惨叫之声骤然而起 鲜血弥漫 古魔与昆虚老者 还有那仙君 以及众人仙人的打斗 立刻停了下来 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尤其是古魔塔家 在看到四周这一幕幕后 双眼内竟然露出了恐惧 那昆虚老者倒吸口气 莫非这是远古战场 被拉入到现实 这就是亡灵清光盾内 那八星鼓神留下的保命神通 此刻 大地的颤抖更为剧烈 那近百个鼓神 迈开脚步 向着众人所在之处 轰轰地踏步迈来 而古魔一族与古妖一族 同样嘶吼中疯狂地临近 似乎在众人所在之地 为交战的中心 而那近百鼓神身后 那无法形容的巨大身影 同样抬起脚步 这一刻 如同地鸣发动 而这些修士成为了 马雷一样的普通人 一个个惨死在巨人的脚下 青林洞府这一刻 可以说是热闹无比 整个联盟星雨能叫的 上明号的第二步修士 几乎都来了 看样子昆虚盛进来的老者 很有可能是第三步修士 连八星鼓魔都不放在眼里 王林的梦回远古 更是王炸中的王炸 八星鼓神 类似于第三步中空灵 近百个第三步是何等的震撼 那么青林洞府一行 到底要如何收场 后续剧情请点击 关注南星动漫君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